在他拉A之前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你的副格不跟我死牵出去啊 因为副格在乡下 我说我牵到哪里去嘛 我管你牵到哪里去啊 就是那种骂人 我说你让我牵出来可以 我说我房子在哪里我就牵到哪里 你说我说错了吧 他怎么说啊 你想的没 你死了又去 去了又来 是要骂我的 然后挂了电话之后我就跟儿子讲 因为我儿子一直跟我住在一起嘛 跟他住了一段时间 他就两个人和不来 他又搬到我这里来 我就跟儿子讲 我说你爸爸叫我把户口牵出来 我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他找了女朋友上新的户口啊 那我就无意中这样跟开玩笑一样的 跟他儿子说 我看到家里有女人的鞋子 还有女人的利用品 你说他现在这么急于讨论房子问题 不完全是因为钱的事情 是因为他有别的想法了 这一点周先生可以解释一下啊 他觉得是你要过新生活了 没有啊 这个已经算到这个样子 我也不想有没有信息 周先生 因为你刚才提出来的是这个过户给儿子 然后保留我的居住权 对吧 但如果按照他所说的 你还有第二套房子 你不存在没有地方住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强调要保留你的居住权呢 像这样的情况下 那套房子是保不住的 本身我就有病 那边就是在老旧小区里面 在马路边上又吵 你也知道我当时时就经常失眠 病了三年 我三年要多少钱来治疗知道吧 你知道吧 你知道在医院那个住院就发了三万块钱了 那里又要顾得多 周先生 周先生还有一个问题 他所担心的 他的养老的问题 他的居住的问题 他儿子说了嘛 这个房子你写给我名下 爸爸付钱也付得开心一点 你的养老我来负责 儿子女人也这样调节过 说你就让我跟妈妈住老房子 要么把老房子过付给妈妈 他也不肯 你已经人都不在这里 我怎么会付一道房子给你 大家现在就僵在这了 那接下来如果还是照着这个 你们的相处方式继续的话 他就意味着这个房子的房贷就 永远得不到解决 我管他一样怎么拍卖 总是没有 林女士不相信前夫 而周先生又恨着前妻 两个人对于房子问题 始终都谈不拢 尤其两个人之间 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周先生名下的那套房子里 有着林女士的二十八万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节目继续 经常打架 都不得叫我死走 那时候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有一万多块钱嘛 他就一天三餐 那个钱收拢了 他晚上就给他 我说你一天存多少钱 或者取多少钱 我说我能有一个信息吧 让我知道我们家 到底有多少钱呢 他不肯 我就想想不服 二十多年 跟着你后面 别的没有 一生的伤 你叫我走 我就走 我不可能吧 然后我就叫了我娘家的人 他也叫了他家的人 然后在公历上炒了一支 炒了一支的话嘛 那时候就 就调节给我三十万块钱 算什么呢 就是 就是我跟他这么多年呢 算一个补偿 公历上也 也也也 也算了些钱呢 都是他一手在整的 等于就是放到我们一下嘛 这属于你的 对 属于我的 他说没有 就抽了二十八万给我 然后他又求着我 他说店里没人忙不过来 我没求你 你喇叭是帮我 你要把我这个工历搞完 搞完就回来了